科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 交通 通讯 网络 等等 很多方面 是很认可的 但是 它的负面作用 首先 人的产物 它要服务于人 不是服务于个人 而是服务于整个大众社会 这样才是对的 它给我们带来了污染 加上西方的这个商业化 它不顾这个可循环自由 以前那些矿产 你都挖空了 那是要成百万年 千万一年 才能 可再生 它自然没有不可再生的 但是 我们 银齿某粮 包括现在的这些信用卡 我本人也是 受害 这些全都是西方厂 你去 去美国去 去哪看 没有人存款 包括孩子上学 他们都要独立 都要 都要 及时行乐 就是 这次疫情 为什么闹那么严重 家家没有预料 他们都是透支生活 你没有 这些例子太多了 这个月花下个月 就是这样 不在乎这样 长远 有序的发展 交通 刚开始 几辆车 那个时候 司机 地位还很高 现在 没有用了 出门 招手 电话 网络 就随便就来了 车只是带步 现在还有多少人 沉迷在车里 沉迷在 什么什么里面 这就是 人被物所控 渡车 有的时候 还不如 两个轮的 三个轮的 三个轮的 三个十一路 走路 到处都是问题 车的污染 是个大事 买了车 还要保险 这样就维护 开业 老开也不行 不开也不行 你每天 就是他的奴隶 堵塞 这就不提 这个个人问题 这个社会地球 这个污染 都严重 我们也都说过 交通事故 以前打仗 那牺牲 那 疗于几十万 车祸 各种天上飞着地上跑的 一年 远远超晚 总计数字 我忘了 大概是百万 电 机械 机械事故 多少人丧命 你再注意 那也要保险 为什么要买保险 都是有意外 所以说你处处要小心 处处要注意 还没有到西方说是什么 这个机械 基因变种 机器人 同志 人类这种 他们的那种幻想 包括科幻片 那都是 加白六九 胡说八道 那还早 那种幽幻意识 包括灾难片 甚至说是什么 阴的那些片 一僵尸 全都是 全都是